大家好,歡迎收看馬迷早晨的環節 在這個環節介紹頭場的早餐賽事,收獲雖然不是特別好 開一隻很熱的危多福,我們只是中了位置 中間攝著師兄弟的葉楚行隻,謙謙君子 但都可以找到一些排序,讓大家有個參考 有四連環,四重賽,三重賽都可以排到序 每次都會這樣跟大家分析,記住跑斯蘭,斯嘉山跑道 有泥地、草地,頭場就先跑泥地1650 到時一時開跑,我應該會和Anna一同大家見面 Anna都未好完,不過看她到時狀態如何 我希望她都回到,大家記得多多支持她 她都很努力幫大家趕工畫畫畫 馬上帶大家看看頭場早餐賽事 記得訂閱這個頻道,還有右下角的四星龍珠 排序當然第一選選飛騰追,終於都等到何澤堯出來 馬上帶走,現在終於都除了配備跑泥地 巴道那次不利放泥地其實不錯 那次大利後上,亞洲力量,麒麟衝進來 結果她爆了一條很冷 之後舌欣那次其實都騎得好,你不要覺得她慢步速 那一場其實日就月章,美滿星雲這些 其實都是一些比較五班厲害的 連麒麟也是她提下拜章,你就知道 只有她一隻頂到回來 那天的泥地都是大利一些頭上馬匹的 所以大家都要記住 休息完之後,菊草你當她快放洗洗底 那次都是放給魔法速遞 賀明年拿來騎,騎一隻自己騎輸的魔法速遞 給湯普新開齋 所以休息完一輪之後 馬現在其實中間看就沒有缺貨 完全是正常操練 沒有墨,沒有彈雜 大哥,貴尾了,你還想這隻六歲馬 有彈雜有辣功夫?神經病 你想它體重跌多少磅才收手 所以這些馬還可以的 還要保留體力,有些新鮮感 跟到評分身低 讓何宅堯有機會在評分身低 再說她跑泥地其實都沒有掉過三甲 這隻馬,很準的 我相信何宅堯都會努力幫飛騰追 那班團體馬馬主拼搏 所以大家不妨試試做膽 當然你說天宇有變數便買小一點 第二選有亞洲力量 亞洲力量前一次跑六五零輸得很遠 但那次大聲一點,賽友報告 氣管有血,故自然會跑得不好 所以大家不需要太介懷上一次賽事 至於前一場比一檔她在夜來跑得挺好的 那次就是我帶你後上那次 當然你說平時的她發揮行不行 不是特別好的 不過在二檔的幫助之下 這些馬很穩打穩摘 大家找到布文尼騎 都會比較穩陣發揮 這隻馬就算是會因為騎攻加檔位搭救 容易走入三甲 這場對手不算太強 大家都可以選擇相應的馬 至於麒麟這隻馬 有天就臨場貼了給大家 結果就很好分地 開條2500元 記住,有時我們這樣選三選 其實三同彩都中馬 我也沒有買一條三同彩 四萬多元 真陰公主 但有時你又要記得 這麼冷的馬 你只能夠搏一下 梁家俊騎開的 其實都沒甚麼問題 只不過有時就說 飛騰追那天其實都你後上 為何她又追不到呢 可能是對手的早發力過她 或者是她自己本身都是有D仇困 一當有時都未必幫她太多 你反過來看她贏馬的時候 其實她是抽中檔的 所以這些馬 抽外檔對她來說 1650都未必是壞事 在外面衝是不錯 上次千二太短 黎底馬縮程的作用不大 尤其是後上那些 因為直路太短 所以上一場你抹了她 被她減分 這場有11檔 可能會換一些賠率回來 到時可以留意 至於美滿星雲這隻馬 上次增程 潘頓說這隻馬受碰撞 又較標準步速快 還有那組其實挺強的 較標準步速快 其實只有她一隻可以頂到 但她的頂到都輸多少 七個馬位 所以根本就很難頂 而其他可以頂到的都不多 穿穿領先的第三馬很厲害 就說賽後報告說太長情 下次就怎樣 宿情各族 五行之話 比賽在下一次全天后跑道 宿情各族的話 我覺得都可以試 這些馬 你看到這裏說了宿情各族 所以大家不妨在這場1650又留意一下 你說潘頓不騎 潘頓鬼上身要騎 魅力一心幫賽 是否代表那隻好一點 可能是 你們將兩隻自己臨場看運數據 我覺得四五選差不多 那她的廣告回來再說一下 為什麼 美滿星雲這隻馬 她好就是她贏過這些路程 也準確 試過第一次第二 其實你看回同程 她不行有兩次 一次是在四班 就不關事 另一次就是口內有血 不知道有沒有影響 兩次都是有點脫掉的 所以她或者是挺厲害的 在五班的泥地1650 魅力一心 她的好就是潘頓鬼上身 還有她有賽則根據 什麼意思呢 就是這隻馬喘名復發 嚴重失踢 才輸這麼少 即是說她很有能力 不是因為那個千四米一檔的關係 落一班 你又知道她來你得 她跑那次不行 你看回同程 你看回同程 輸三的馬位 但是那次 不是說中環大進特別放得好 而是你想想 怪獸奇兵 妙選寬頭魅力一心 這些後上的 雖然不是很厲害 不過 現在不是跑四班 現在跑五班 而且那時候十二檔 你想想 1650 五班 抽個內檔 又好些 她又不會那麼厚 再說這隻馬 去海外 贏過膠沙地 那些人就不記得了 很多時候都是這樣 所以 一些有泥地根據的馬 你不要漏掉 我明白為什麼潘頓會選美力一心 所以你不喜歡美滿星雲 你覺得很大雨 簡未力一心會不會好些 都可以的 都可以的 我覺得這場沒什麼所謂 即是二三四五選 都是來著這四隻 或者你一膽四腳 我飛騰追拖 都可以的 好了 選完這堆之後 我們說一下 型到爆 型到爆 這些就真的要猜 因為它沒有跑過1650 但你看腳法 它應該要增程 如果它不應該增程 羅富泉之前不會去試1400 根本這些馬 應該要跑泥地1400 不過內河就沒有這個路程 所以一路迫著它 下1200跑 結果只有追近 又不遇到快步速賽事 結果追得近 終於有一次 四班人來 很近天行見 不要小看這組 轉星傲場 它在後面也會贏 即是有些水準 這些賽事質素 下到五班 這些馬 要跑到1650 氣量夠 它很容易贏 但問題就是 你信不信它可以 除了開篷眼罩 整個部署 都是適合格局的 我覺得 如果它有十倍 你可以試試 如果它還好像上次 只有四個多 那就算了 它沒有證明過可以 我寧願你買些贏過 飛騰追 周力量 麒麟 美滿星雲 每次都贏過1650 你大什麼熱門 就是神經病 所以 就算美麗一森 都是這樣說 美麗一森 都是處女馬 不應該 覺得它得而變熱 經常跟大家說 你覺得可以 總有一次它會贏 但不要將覺得 變成熱門 認為是理所當然 這樣你會蝕了很多駐馬的年中 這個要提醒大家 清醒一點 大家 就算下雨也一樣 至於英勇猴旺 例如下雨 你覺得潘頓沒有這麼好 你就照回頭四選 都真的 下雨潘頓 當然是小心駕駛 英勇猴旺 英勇猴旺 曾經一次追進第二 而那次第二 已經去到五班 就是放頭 自此之後 這隻馬就沒有再放過 你說現在這麼輕磅 高東尼也不讓它放 其實這隻馬不夠快 沒有一些慢步速的場合 它是很容易就會留得厚 其實它有時是想放的 不過又放不到 不過我看到這隻馬 它跑得來 其實試閘也不錯 不如我們可以試試 1650拖回去做邊線每腳 四連環、單T等等 你可以試試 至於比較不利的就是著著領先 著著領先其實上次都跑得不錯 因為這隻馬 著著領先有說 黃志榮說 中段步速略為放慢 這隻馬就開始有些搶口 亦都在直路的時候 看空不到 當然你都知道 看空到四個馬位都不會收復到 會輸近一點 所以你說它現實中的能力 跟落足鳥相差那麼遠 我會回答你不是 而事實上 但落足鳥再出都保重 即是證明這場起碼有些質素 不知是前置馬是反捕捉趨勢 還是綠燈 落足鳥一生特別厲害 但無論如何 你見到落足鳥在身前 可以僅僅保重 這輸四個馬位 你起碼都要不要這麼快撕掉 它有缺點真的 十四檔當然是難騎 可能會因為這樣而擺前走 如果擺前走 便便益了那些7、6、10、11 為甚麼 因為那些馬是中厚子的馬 也非能追不怕快捕捉 畢竟是曾經在四班 找過吃 即是跟過馬跑 可以捱到位置 去到有快捕捉的時候 都不怕你 這些是它好處的地方 好了 講完四隻的邊線馬之後 我們再去廣告 回來就講講後面哪些馬 不選擇 亦都甚麼原因要告訴大家 綠燈 找一次黃金風速做步速給自己 結果贏馬爆大冷 那次見楊明倫很鎮定 包了落尾 好像知道快步速 當然啦 放頭那隻是自己倉 自此之後 這隻馬最多跑到第三 在1800 縮落1650 有沒有對它的沒段有幫助 你看這場便知道 沒有 如果有 它便跟美觀星雲 和日就月章一起追進去 但你看看 它有力拆 但騎下去 這隻馬完全沒有反應 即是甚麼 不是很厲害 這次第四又怎樣計 這次第四 你見到樂足鳥起月一生 全部都是後上 它也算是賺了後上優勢 就不像著著領先 如果要選擇 著著領先 一定擺先 現實中我也是這樣排 即使它有一檔 但別人的黃智宏 依然在馬上 它的十四檔是虧虧的 照計都是在你面前過終點 所以這隻便不選 而中華厲害厲害 我猜它還在減分 因為繼續衝出 石哥的物跑減分 大家都見得多 轉泥地 有時會突然爆 不過這些沒有路足 無謂猜 雖然3Vin的馬 不應該那麼容易撕掉它 但這隻我真的不貼 貼不到那麼多隻 另外就是領航轉旗 這隻馬上次跑過泥地千二 結果沒有甚麼跑錯之下 追進來就不多 繼續找潘明輝騎 我覺得這隻馬之前試兩次 其實都肯追一下馬 我猜這場增程1650 它都會留後 不會因為增程 或是放回中間 它十檔都很難 否則走三碟都沒甚麼好處 可能這次試試這隻馬 看得如何 我看到操練程序其實都很完整 不過這隻馬經常氣管有血 尤其是左腳不良於行 五班有很多健康卡的馬 所以前面的武士武幹 都很適合的馬 無論如何都要秤高一點 而且說真的 另航轉旗都是儲類馬 沒有選一隻 通常這麼多未贏過 你何必要選一隻 有很多贏過你不選 選一些未贏過 拼它開齋 沒甚麼位的 你就隨它贏 另外機械鬥士 上次是1,600米 所以這些馬 我猜能力都是低下的 你說會否落一班突然間變身 你又要知道 四班的時候有沒有表現 最厲害的都是跟 比較好少少的快路 毫寶 好勁力那些追得近近的 但快路自己也是追的 中橫大進就不是 即是說它在一個比較能夠追的情況下 在四班都只能夠遙遠地落後 我想落五班剛剛落後 就不夠跑 它剛剛都是40分 如果行 我想報民都選了 不用騎亞洲力量 夜下傾程 都有一句 我都贏夠了 是時候益你了 湯神當然不會 看見湯姆薪幫這隻馬 一直減分 現在就剛剛好落班 就馬上轉泥地 我想沈澤成其實是想過這些馬 可能泥地也算是有些機會 轉去一些泥地賽事試一下 但是我自己覺得 雖則說沒有馬是不會跑泥地的 但是以它試襲和真跑都次次輸那麼遠 這些馬基本就沒有作戰能力 所以沒有跑過我沒有說不行 但是我不會貼的 它一定是大冷門 至於東風一號 當然年中也有時一兩隻爆這些 但你怎知道哪場 沒有辦法知道 沈澤成自己也不知道 知道就不是大冷門 東風一號 或者知道它也早已報了 它為何等到現在呢 這隻馬就曾經贏過兩邊 但如果大家留意這隻馬贏兩邊的時候 它就在五班的1200 谷草的1650 都是靠著一些比較好的檔位 放中間 你們騎到差不多武器 它就上來過你 大約都是用這些方法 所以你會看到 現在它抽了外檔 還要跑1650 就會相對地難 氣量它都會到的 因為它跑過1650 但問題就是這一場 你外檔很容易就會讓你走三四碟 雖然你說為樂主 走三四碟都不太虧 對的 但同場都有很多適合跑黏地泥地的馬 亞洲力量 麒麟 甚至飛騰追 全部都會跑 你作為一隻班底 只有25分的馬 是可以的 你已經可以再贏了 明明是平分身低 為何經常都不接近 當然有原因 當中甚麼原因 我們無謂深究 但它是正實過不行的 亦都跑過一次 泥地1650 當時雖然在四班 但都是輸遙遠的馬位 亦都沒有氣管有血 不良於行 那些 我就不太看了 這些大家排圓序 心目中有數 這場其實都不容易 不過那些馬的賠率比較冷 頭四選都算是贏面大 或是立了潘頓那隻 都可以五隻孖寶過去試下場 這些是比較好的玩法 亦都可以試試泥地 場地究竟是怎樣 因為去到星期六那天 其實有四場泥地賽事 兩場1650 兩場1200 大家有些準則知道 濕泥來不來追 估計都會下雨 到時再看看 OK 好了 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多謝大家收看這個 《晚眉早晨》 稍後還有第二集的《晚眉早晨》 終於是降草地 四班斯加三千四 到時又怎樣 一會再說 我們一會再見 所以記得訂閱這個頻道 記得開啟鐘仔 一會一會再見 拜拜